万物起涨台中市金八菊Z 推出物条券回收率近百分之百 今年首波的活动在6月26号消费截止 全市29区的市场夜市集商圈各出奇招加码优惠 业绩平均成长了二到三成 带动超过7000万元的商机 庶民经济最创高峰 摊出一大跌的物条券回收率达百分之百 商店家业绩也跟着成长 大家都笑得何不拢嘴 民众很踊跃的来领取兑换 然后我们其实回收率大概都是百分之百 民众很高兴能够用100块买到200块的价值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的业绩每一家店家几乎都有提升 那像我们的话是消费我们可以加价购 用10块钱就可以买到超过10块钱价值的东西 可以让民众除了感受是拿了 似乎是买了五折的券 然后又会有更多的其他的精细 我们这次总共发了35万份 那整个一份是200元 那整个总金额是会到7000万 我们觉得会超过7000万 为什么大家都爱多买 都会多买 这是一种小确幸 我们配合这次的活动 有用10块钱可以再加价一件书比 用100元买到200元的半熟利 各商家出奇交响应物条券加码优惠 助攻购买力 今年首播活动在6月26号消费截止 全市29个区 市场业势及商圈向应热烈 平均业绩成长两到三成 成功带动超过7000万元的商机 让台中庶民经济再创高峰 消费者与商家共创双赢 迫不及待敲碗第二波的物条券发放 现在连市场的外滩 台义跟外滩 他们也说要加进来 那很多的民间的市场 也要加进来 那很多的一些 就是私人经营的场域 做批发零售的 也希望都加进来 时间我们预计会在升旧 大概11月下旬的时候来发 因为那时候天气比较凉 我们分数也会在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希望能够 都能够满足大家的期望 人潮就是前潮 物条券成效超出预期 经发局贴心考量天气 及排队人潮等因素 预计在11月中再推一波